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具用实用价值的这样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它的关注人数呢有18.6k 人数呢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项目呢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那么这个项目的功能呢至少有十几种 就是咱们比较常见的或者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功能 这个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剩下的呢需要大家自己去发掘一下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例子 它这边呢给了四个例子 这四个例子呢也确实是比较典型的几个例子 咱们就围绕这四个例子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大家看这个视频 选中一个人 然后呢它会自动消除 这个消除效果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边呢还有这个功能 大家看一下 选中这个狗上面输入提示词 然后它会进行一个替换 大家看这个替换呢它是和这个狗子的位置形状 基本是非常类似的 那么这个替换功能呢也是非常的棒 这个是写文字 这个咱们之前介绍过这个项目 也是啊抹一下 然后这边呢填入你要提的这个写的一个词 然后呢它自动就会生成新的文字 这个效果啊还是不错的 那么最后一个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把这个箱打开 把这个打开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扩图 好那么就是今天的这个四个例子 咱们来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包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吧 3.01G 体积不大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面只包含了基础模型 像这些需要的这些模型呢需要大家自己下载 当然我会告诉大家怎么下载 很多模型是可以自动下载的 我们这里面呢有三个启动文件 这个这个 还有下面这个总共三个 那么这个启动文件呢是从国内启动 它这个模型有两个下载员 国内国外下载员可能速度不一样 这个我就做了俩 大家根据自己情况来选择啊 下面这个是国外的 它这个下面呢还有一个配置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在启动这个成语之前呢 首先要打开这个配置页面 对里面一些插件模型去进行一下相关的设置 首先呢我们先点这个配置 双击启动 这边稍等一下啊 大家看到这个启动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呢会自动打开 这个就是它的配置界面 这个呢我做了一看话 基本上也不需要太多介绍 咱们把这个比较要紧的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这个host端口 这玩意儿也不用说 大家都懂 那么这边呢是推荐型号 这边呢咱们默认是这个模型 第一次用的话你就选择这个模型 先来体验一下 这个模型是因为它是消除的 然后这个啊 大家根据自己的设备来选 正常情况我们肯定选这个护档 用显卡 下面这些的话大家可以瞅一眼 所有全精度 这个就是如果你的显卡不支持半精度的话 那么你就把这个勾上 如果支持的话你就不要勾 然后这些的话 有的是节省显存的 有的是节省内存的 那么如果你的显存内存不够大的话 那么你把对应的选项把它勾上 因为我这边足够用 所以这些我就都不填了 就把它都控制 然后这个呢是模型下载目录啊 这个大家自己去控制 因为这个模型的下载目录 我是把它直接设置到这个 Models目录 我在这边新建了一个新的文件夹 专门用来存放模型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这样了 所以你要自己用的话 记得把这个地址改成你自己机器上的地址 这个地址要改 下面这一项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无所谓 这个大家控制就行了 然后呢你的图像保存的输出目录啊 这个也是我在这边新建了个文件夹 这个大家呢 你需要改成你自己机器上的地址 这个你可以随便改 然后这个这边是插件啊 插件这边的话 就是说你需要在那个 待会启动之后呢 那个界面里面 你需要使用的功能 这边呢你可以全部勾上 因为这些插件呢 它的体积都不太大 相对来说还比较小 然后而且这边呢 我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插件的模型呢 都给大家下载了 反正的模型也不太大 总共在1.48G 所以这边呢 如果大家不是有特殊的要求的话 你就全部勾上就行了 没必要去改 记得把这个分割设备 记得全部改成显卡 其他没什么需要改的啊 像这些模型什么 你就保存模式了 没必要去动它 这是这个 这边的一个配置文件的设置情况啊 还有这个大家说一下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 它这下面呢提供了很多的模型 这些模型呢 下面这些呢 都是需要自己下载的 当然你想自己下载的时候呢 你就打开这个配置界面 比如说我需要这个模型 对吧 里面选择 然后呢点这个保存就可以了 点这个保存之后呢 你再点这边这个启动 然后呢 它会自动下载你这边选择的这个模型 这个是自动的 当然这边呢 我们先来看消除 待会再来改这个 然后点保存 一定要把你的设置保存下来 不保存没有用 然后关掉它 然后我们来启动我们的程序 这边我就选下面这个了 然后我们稍等一下 这样就打开了 这是我们的使用界面 那么这边呢 有一个地址 这边地址会自动打开 那么我们来上传一张图片 它这边左上角呢 有一个选项 点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个配置界面里面 去勾选的那些插件 如果你没有勾选的话 那么这边是不会出现的 比方说这个第一个功能 它是用来做分割的 点一下 咱们这边点的头发呢 它会把所有的头发全部连起来 如果咱们点的是衣服的话 这边的重新选一下 点的是衣服的话 那么它会把所有的衣服全部选中 这就是这个分割 然后呢 这个移除背景 咱们先取消掉 先给它恢复一下 移除背景功能啊 直接点一下 这边再运行 大家看 所有的背景就移除掉了 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然后呢 下面还有这个 用来做高级放大的 两边放大 选一下就可以了 你这边做好之后效果呢 然后这边有一个下载啊 这个你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这个下载呢 会下载到你刚才那个配置元件里面 选的那个保存图片的那个路径里面 这样的 然后我们恢复一下 呃这个是 应该是高清 图片整个就变得高清了 大家看这个效果比较快啊 然后呢 这个是恢复原样 整体的就是所有插件的一个使用 因为这个呢 我们还加了一个那个 Lama这个模型 然后在这儿 咱们现在使用的是这个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可以用来做消除 如果做消除的话 不要点这边啊 这边是插件 想要消除这个 后面的这个东西 涂一下 它会自己做消除 大家看 这个头发保持的还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这个消除功能呢 也是非常棒的 非常好 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消除 这些其他的东西啊 这边这些呢 是我下载好的啊 然后呢 它这个工具呢 其实是这样 就是你这边选用不同的模型 那么这边呢 会出现不一样的功能 所以是比较全面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模型的一个下载 先把它关掉 这边翻过来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配置 这个配置起动 还是比较快的 然后我们来下载一个 其他的模型 像这个模型我下载过了 这个模型也下载过了 我们随便找一个 就这个吧 然后呢 点宝存 把它关掉 然后呢 这边启动 我们的文件 这边它会自动去下载 大家看 是吧 现在也开始下载了 这我就不下了 还有另外一种添加模型的方法 就是这个文件夹里面 呃 这个文件里面 你可以把你喜欢的这个模型 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那么咱们来给大家做个演示 然后我们直接烤一个过去 直接把它烤过这边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模型呢 就复制过来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复制模型不方便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使用我之前教过大家的啊 使用符号链接的方法 把这个模型呢 从另外一个文件夹里 直接做个指向 把它链接过来就行了 这样也可以 大家注意这几边这个文件夹呢 呃 是存放不同的这个模型的 如果说你把这个模型的路径更改了 那么你需要自己去创建这样一个文件夹 包括下面这个文件夹 他们是放置不同模型的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再来启动这个文件 前面打开了 看一下刚才的模型 这不是我们刚才考过来的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就在这里 这个大家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添加其他的模型 我们这边呢 我们拿这个 这个模型给大家做演示 它会自动切换模型 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大家看右边这一排呢 它处理一些选项 这个呢 根据大家选择的不同的模型 这边的这个选项呢 会略有一些不同 基本上大途小意 然后呢 我们来选一张图片 好 用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里面的 它的元素比较多 方便做演示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功能 打开 那么这个功能是用来做扩图的 非常明显 那么这边呢 你可以这个选择这个坐标 这边呢 是扩图的不同的比例 在不同这个方向上的一个比例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选 自己拖也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那么小一点 拿这个呢 做个演示 下面就不用改了 直接点这个开始 这个它会进行扩图 这个我们稍等一下 这个是它的扩图效果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功能 把它关掉 然后下面这个呢 四个选项呢 使用来针对这个 你画出来的这个区域 然后咱们画一个 这样一个区域 然后呢 这样 大家看 这个呢 它会放大这个区域 这个呢 是缩小 这个 是反向 就是你选择的区域之外的区域 会给你选中 这个呢 当然就是清楚 然后这四个选项呢 是比较要紧的一个功能 可以说是这个模型 或者说 整个这个工具里面呢 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功能 这个咱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选项呢 是做文字引导 这边就是你这边输入文字啊 它会根据你输入文字 来画一些对应的东西 然后做一个替换 这边咱们把这个给它替换点啊 选一下 随便画个区域就可以 因为它这个是个瓶子嘛 咱们这边呢 也画一个这个瓶子 那么我们 直接点开始 这边呢 它会替换成一个新的花瓶 这个咱们稍等一下 好 这边跑完了 咱们看效果 大家看这个花瓶 这个效果呢 真的非常的出色 它甚至保留了这个模糊感 非常好 这是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移除 比方说后面这些 我们把它选中 那么这边就什么都不要选 然后直接点这个绘画 稍等一下 这是它的消除效果 还是比较成功的 我们再来一下 它可以同时把多个目标消除 这个我们再来点一下 大家看都没了 这个消除效果确实还是可以的 好吧 我们这个把它退回来 我们这边选中这个 这个呢 是语境感知 什么叫语境感知呢 就是它会自动根据你这个周围的区域啊 然后来自动选择比较适合的这样一个图案 这个呢 我们能拿这个瓶子做颜色 把它放大一点 再大一下 我们刚刚好能把这个瓶子围起来 这样我们来画一个 这样一个区域 那么这样一个区域呢 我们这边还是什么都不要填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 好 大家看 这个是它给我们画出来的结果 它在瓶子上面呢 贴了一个标签 那么这个图标呢 非常适合这个瓶子 这就是这个语境感知的用途 当然这个语境感知呢 它不一定每次都能成功 这个是有一定几率的 所以大家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重新去画 直到你满意为止 我们来看看它的最后一个功能 这个 就是形状指引 形状引导 那么它这个形状引导 就是跟你画的这个区域 咱们这么画一个区域 那么它最后出现的这个物体呢 会跟你这个区域的形状 是保持一致的 这个咱们还是画这个瓶子 然后来画一下 等一下结果 好 这边大家看到了吧 这是咱们刚才画的那个形状 它根据我们刚才的形状的 生成了一个瓶子 当然这个瓶子好不好看 咱们不说 这个整体效果还是可以的 咱们完全贴合这个形状 好 这个就是这四个选项的一个不同的用途 这四个选项可以说是核心选项了 非常的要紧 那么剩下这些呢 不用我说了 给大家都懂 那么我们最后呢 来看一下它这个文字 这个文字呢 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效果 这个 然后我们点下这个OK键 然后我们让它切换这个模型 如果切换的时候 发现这个模型没有的话 那么这边它会自动进行下载 这个我们同样的也得稍等一下 这样咱们就切换完毕了 大家看这边这个模型的名字已经改了 然后下面的选项呢 跟刚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模型呢 它主要是用来写文字的 咱们来画一下这个文字 那么这个文字的话 需要看一下它这边的一个说明 它这个网页呢 主要是说这些模型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比较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个网页呢 我也会同样留给大家 大家如果对这个工具的其他功能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来这边研究一下 那么咱们把它这个复制下来 这个是需要我们复制下来的 当然自己写也可以 这个也是 这个是负面提示词 我们把它写到这儿 这样的 然后我们来画个区域 把它稍微退回去一点 因为它支持中文 然后也支持英文 所以说呢 咱们就直接换个中文吧 直接打个你好 比较简单一些 然后呢 我们直接开始绘画 这个咱们稍等一下 大家看到这边这个字体 你好 这就出的效果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可以多跑两次 反正这个结果呢 就不一定每次都是好的 今天给大家讲的呢 其实这是这个工具的一部分 这工具呢 还有很多的内容 这边有一些说明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它这个 其实你要真使用起来的 确实内容比较多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